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帶各位來看看 東盟的最近的一些變化 我們來看 這是在今年的1月 菲律賓有民調機構 對中國進行了調查 發現其實對中國持開放態度 肯定歡迎中國 對菲律賓釋放善意的民眾 在菲律賓是過半的 另外一樣在日本的政府 也委託民調機構來做調查 去調查這些東南亞國家民眾的眼中 中美日誰會是最好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結果答案出乎力量 因為過去日本做的 日本都第一名 美國都第二名 中國都沒入榜 但是在今年1月所做的民調 卻告訴我們 中國以百分之四十八 奪得第一 打敗了美國 甚至還打敗了日本 那之前我們提到了 馬來西亞的前總理 這個馬哈蒂他也提到 呼籲譴責佩洛西串台 也呼籲東盟不要跟美國為伍挑釁中國 甚至東盟你要把合作的重心轉向中國 那菲律賓也有學者提到說亞洲世紀即將到來 這句話有點不好聽 對不起拜登總統 但唯一的障礙就是美國這顆老鼠屎 講到東盟你一定想到了 在今年的5月我都還記得5月12號13號 拜登總統也是把那些東盟領袖叫到華盛頓來 記得吧給了他們多少錢 十個國家1.5億大家分 結果八成來幫美國養船 那現在對南太你覺得這些國家看不懂嗎 當時你把東盟叫過去 現在你把我叫過來 能有什麼好處 我跟各位講 全世界可能最快會消失的國家就在南太 為什麼 因為海平面不斷的上升 我的印象當中 應該是馬少爾巡島 我的印象當中應該是 因為當時我去馬少爾的時候 就有提到這個 台灣對馬少爾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幫他們逐提 因為其實馬少爾的群島 現在已經低於海平面了 所以如果沒有人逐提 它早就沒了 它就被淹沒了 所以為什麼這些南太國家 這麼關心氣候變化 因為氣候變化影響到的 不是他們什麼夏天很熱 還是會越來越熱不是 是他們能不能生存下去 這是美國做不到的 周老師 主持人跟製作團隊 我覺得把這個題目點出來 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南太現在最關心的問題 的確就是氣候變遷 所以這一次 最近中國大陸也跟這些 有八個南太平洋的國家 在北京開了一個關於氣候變遷的會議 那美國人把這個也視為是 中國大陸擴張它的這個影響力 在南太的一個指標 就是氣候外交 所以相同的 美國也在它跟這個 南太平洋的這個高峰會之前 它之前的這些外交努力裡頭 也包含了它主要三個人 一個就是國務卿 另外一個是商務部長 第三個就是它的這個氣候特使 John Kerry 所以大家都在氣候政策上競爭 所以的確氣候政策成為一個關鍵 那我覺得南太平洋的這個 其實有它個別的一些故事了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 特別值得談一下 一個是所羅門群島 一個是馬紹爾群島 所羅門群島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所羅門群島 跟美國的關係很淡薄 美國在1993年 就關掉了它在所羅門群島的大使館 雖然他們還有建交 還有邦交 但是它沒有大使館 但是最近主要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因為澳洲的這個澳洲人報啊 揭露了所羅門這個總理的 貪污的案件 所以所羅門非常的氣憤 他認為這個是澳洲 就是說澳洲等於是 介入他們的內政 幫美國恐嚇恐嚇所羅門 而也認為這裡頭 也有美國的黑手 所以他為什麼對美國這麼憤怒 其實是跟這個有關係 你看他甚至拒絕美國的船隻 進來他的這個港口 那麼那個故事當然滿有趣的 就是說因為 佐羅門現在他的國家元首 仍然是英國的國王 查理三世 但是他連英國的船船都一起拒絕 因為他為了不想要 那麼針對美國的樣子 然後連英國一起拒絕 但其實他主要就是針對美國 對 那馬少爾群島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剛才主持人也講到 就是說因為他跟美國原來簽了一個這個 就是自由協會的這個協約 那有三個國家 一個是馬少爾群島 一個是柏柳 另外一個是密克羅尼西亞 這三個國家是美國在南太平洋 最鐵的盟友 所以他們有另外一個協約 但是呢 因為他們在1946年到1958年之間 是美國的核武試驗地 對 所以他們要美國賠償 超慘的 他說這個環境的健康的印象 這本來就是一個小島國嘛 這不是很大的地方 67次核四報開玩笑啊 所以說美國當然就是說 對這個問題雙方還在密切的 密集的這個協商 所以他們主要卡在這個問題 那這個對我們會有影響 對中華民國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這裡頭有兩個邦交國 一個是柏柳 對 所以如果他們離開了美國的這個協約 會不會因此跟我們的關係 也疏遠 我覺得我們政府的外交部 其實一天到晚到處去放火 先把邦交國好好顧好 因為我們蔡依依還要跑去南太尋親耶 那時候南太幫 邦交國調光她去哪裡尋親啊 那沒地方尋親就麻煩了 所以真的是這個不能輕忽 外交部真的不能輕忽 那我想回來談一下 剛才講到這個主持人 講到這個對美的對美台亮劍 大陸的外交政策 我們不要記得換啊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 值得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我對這個稍微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我注意到其實今天那個中央社 也用這個新聞 然後說大概未來五年都會採取一個 比較強勢的做法 可是我去看了一下 就是說他馬曹旭的這個發表裡頭 他談到習近平外交政策的思想 習近平外交思想十點 其實真正強硬的地方其實很有限 對 他第一點當然強調黨的權威了 那第二點第三點之後 你看他主要講全球治理啊 或講這個命運共同體啦 或講一帶一路啊 其實他的這個整個提出來的這個做法 還是一個 也擴大連結 通過擴大連結 擴大交友圈 這樣子一個概念 對 然後再去建立一套他認為的一個秩序 所以美國有一個那個 其實白宮的一個官員啦 中國事務的主任叫杜如松 他寫了一本書嘛 叫《長期博弈》 他特別就談到大陸在過去這十幾年 幾十年來他的一個外交政策的一個轉變 他認為現在是從局部建立到全面建立 就大陸要建立一套他認為理想的世界秩序 那在這個建立理想世界秩序裡頭 其實他講的這些所謂的這個鬥爭哲學 其實是一個輔助性的 那只是因為現在在二十大局 他是想用交朋友的方式 他主要是要交朋友 然後建立一套 他認為比美國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更好的一套世界秩序 那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代表的是 他要用他的龐大的經濟實力 去建立跟各國的連結 讓各國能夠去接受他所要 這也是他過去十年在做的事情 他投射的那一套世界秩序 所以我認為只是因為二十大在即 沒有人可以示弱 所以他才會有那樣的 那樣子一個就是說鬥爭哲學的說法 但你看大陸的媒體在報導 馬潮旭這段講話 其實報導鬥爭哲學的不多 其實很多人都談了其他的部分 因為他其實整個蠻多的 所以我說對世界身手 當然我是用很簡短的這個電視鏡帶過了 那對亮劍的 大概就是美國跟台灣而已 他沒有對其他國家亮劍 他沒有打算 東盟不聽話是亮劍 南太不聽話亮劍 沒有他不是美國 所以我說的是他對世界 大部分是就像老師您說的 擴大朋友圈 但是亮劍的是針對美國 針對台灣 這個大概是十點裡面 就老師您提到他比較強硬的部分 當然同時我們其實看大陸的外交 可能也必須要有一個層次感 就是說因為馬潮旭 他是外交部的副部長 那麼他在新聞發表會講的是 過去這十年大陸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看大陸未來的外交政策 主要還是 像剛才前面也有這個談到嘛 就是說主要還是要看他在二十大的報告 那個是更高位階的一個主要的文件 那這個其實我倒不認為 可以看出他未來的外交的走向 沒關係也快了 沒多久就二十大 很快就看到了 好來我們來看下一張電視鏡 來我們接下來看 這個德國前總理梅克爾 好久不見 終於開口了 過去這段時間針對俄武戰爭 他有說過話 但也有人覺得他怎麼不出來譴責普丁 甚至很多人把梅克爾拿來跟消資對比 說如果現在德國總理還是梅克爾 這戰爭就不會開打了 可見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好來梅克爾最近講話了 他提醒西方國家 要嚴肅對待普丁說的話 而不是從一開始普丁一講完 你就說他在喇叭嘴 他在胡說八道 虛張聲勢 他說你去聽普丁的話 認真對待他的話 認真思考他的話 這不是軟弱啊 不是害怕 而是政治智慧 所以梅克爾說這種智慧 有助於保留迴旋余地 你看看梅克爾多有智慧 甚至有助於開發新的迴旋余地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說如果是他 可能就不會打仗了 根本不用黃論打仗之後 他能不能代理歐洲解決危機 如果是他根本不會打仗 那梅克爾講的話 大家就說了 是不是針對所謂9月21號 普丁發動動員令時候的聲明 說俄羅斯會用一切手段 來捍衛俄羅斯領土的完整 和人民的安全 那很顯然 美國沒打算要聽 美國只打算認為普丁是虛張聲勢 然後就要用更大的動作來壓制俄羅斯 這就是梅克爾說的 你不聽就沒有任何的迴旋余地 所以美國把迴旋余地給毀了嗎 我們來看 現在美國繼續拱火 布林肯說不反對基輔使用西方的武器 來打俄羅斯的領土啦 打下去就對了啦 那俄羅斯當然也嗆瞎啦 說如果你們這麼做 那就是危險邊緣 不過有趣的是 當美國鼓動烏克蘭去打俄羅斯 新加入的領土 當下我們卻發現一件事 美國根本沒給武器啊 我們來看喔 這是9月25號 這個澤倫斯基對外放話 說獲得美國提供的導彈 先進的導彈系統 但這個五角大象馬上說 對不起 我們目前沒有移交啊 我們要兩個月後才啟動啊 甚至最近包含德國 包含紐西蘭 都直接拒絕提供烏克蘭武器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美國要烏克蘭 用什麼去打二頭四的領土 人肉炸彈嗎 還是無人機嗎 還是煙黃瓜嗎 美國可能還是希望 除了他自己提供武器給烏克蘭以外啊 還有一個他的小兄弟 叫英國也可能會提供 他們認為這兩個國家撐出烏克蘭 在用輿論的力量去裹挟歐盟的其他國家 什麼叫輿論的力量啊 以前啊這個 俄羅斯範圍裡面的一些國家 比如說波蘭啊立陶宛啊 他們沒有能力提供武器 他們可以是煽動輿論去叫囂 來給誰 給那個西歐的國家 一些名義上相當的壓力 但現在因為 西歐本身日子過得不好 這樣的力量應該會慢慢減少了 也慢慢從錯誤的戰略裡面 蘇選過來 那我想梅克爾已經看到說 前一旬一段時間 非常荒唐的各種言論 那也其實也要問問梅克爾啊 你自己的接班人 蕭之怎麼會挑一個這麼笨蛋來呢 他也不能說笨啊 他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挑了那個什麼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啊 都那種奇奇怪怪的 對啊 那綠黨就完全不會 就是門外漢嘛 所以搞出這麼一個局面 那可能歐洲剛開始 在美國的輿論煽動之下 在所謂的哲倫斯基啊 這種煽動眼裡的表演之下 別的不會 但是劇情表演 他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整個歐洲的輿論啊 都傾向於那種 糊裡糊塗的義和團式的精神 但是現在歐洲吃到苦頭了 名利慢慢在轉向 所以這個時候 梅克爾就站出來很懇切的講話 梅克爾作為一個很成熟的政治人物 他以前在剛進入政壇的時候 他的導師 就以前的德國總理啊 可爾還說 哎呀這個小女生 我還要教他如何使用刀 正確使用刀叉 他現在不只會使用刀叉 更懂得端盤子 他提了這些話 不曉得歐洲現在的領導人 也需要他來作為一種輿論的屏障 躲在他身影後面 哎呀你看啊 梅克爾是那牆啦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了 他自己沒有那個政治能量嘛 也會受到一些聯盟的黨內裡面的挑戰 也會受到美國花五億元 專門在抹黑俄羅斯 應該是包括俄羅斯吧 在宣傳站底下 他們沒有迴旋的空間 他無力去抵擋 現在梅克爾跑出來講話 等於是給他們一個擋箭牌 嗯 但是擋箭牌會不會醒來 不曉得 尤其是俄羅斯總統啊 普廷最前段時間 也面對很大的政治壓力 很大的政治壓力是什麼 是俄羅斯內部都在檢討說普廷 第一個 你怎麼第一個時間 不用斬首行動 就把哲蘭斯基除掉呢 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 你怎麼第一個時間 就不把吉府政權 給轟炸掉呢 你不是沒有這個能力 你只是派了一隊坦克 跑到外面威脅他而已 要他牽城下之盟 他有美國定在後面 幹嘛理你呢 你的坦克有什麼用呢 你手上不是核子武器嗎 你怎麼到現在才想要用呢 所以普廷後面有這種 俄羅斯的非常右派 我跟他解釋喔 俄羅斯現在裡面 除了老百姓不想當兵 有一部分不想當兵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政壇上 都是右派 都喊打喊殺 他們覺得烏克蘭是什麼東西啊 那反而是相對的 普廷是在俄羅斯政壇裡面 變成超級的溫和派 已經快被看成軟弱了 變成鴿派啦 對他真的是在政壇裡面 變成鴿派 你看俄羅斯議會裡面 發言的那個言論內容 每一個都喊打喊殺 你說在這種壓力底下 普廷會不會真的必要的時候 會動手啊 這個誰不敢保證 那我就接下來要請教委員了 所以現在美國也希望 俄羅斯動手嘛 就像美國不斷在挑釁台海問題 希望中國動手一樣 而美國最新的動作 是不是就是炸掉 這個北溪天然氣管道呢 昨天我們說拜登總統提過 原來美國還有另外一位政治人物 也提過啊 我們還有準備的影片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會 我預告你 我們會做得到 跟俄羅斯動手一樣 跟俄羅斯動手一樣 我們繼續有很強 和明顯的談論 和我們的英國的夥伴 我今天想要跟你們說明 如果俄羅斯動手一樣 一方或另一方 俄羅斯動手一樣 俄羅斯動手會不會再進行 好 現在聽起來毛骨總來了 這個北溪二號 不是純粹俄羅斯的財產 嗯 他是很多國家共同投資的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到 北溪二號是德國 西歐國家更加需要的東西 當然 所以美國一定要去阻擋 西歐跟俄羅斯 有更密切的依賴 那美國早就會痛下殺手 要來解決北溪二號 所以今天北溪二號呢 如預期般的爆炸 別人不敢講 我敢判斷 這個就是美國幹 沒有人能夠幹 為什麼 因為要把那個 那麼深的海底裡面的東西炸掉 我現在問過很多那種深海工程的人 那是很高難度的事情 你以為放鞭炮啊 不是耶 很明顯的 那是給高檔技術才有辦法爆炸 有個強國 而且軍事能力要很強 沒有錯 沒有錯 然後有辦法在那麼深的地方 其實把這個管炸掉 他們算一算 只有三個國家有這個本事 一個叫美國 不用質疑 一個叫做俄羅斯 也不用質疑 一個叫做中國 那中國可以排除 我們在討論 中國那個排除 那很可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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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也沒有潛水艇要跑那麼遠 他有核子潛艇 不可能跑那麼遠去啊 那就剩下兩個國家了 俄羅斯吃飽飯沒事幹嘛 對啊 對啊 然後一再講說要 要讓北溪二號不能動的是誰 不就是你美國嗎 證據都拿出來 對啊 所以我敢推斷 這個就是美國幹的好事 好 來 兇手是不是拜登總統 我們昨天大概分析過了 如果北溪炸掉了 對美國來說是不是有好處呢 我們來看看 切斷俄羅斯跟歐洲恢復合作的機會 嗯 對唷 收穫歐盟的能源市場 我繼續賣你高價的LNG 也是啊 再收割歐盟的製造業 撐不下去就來美國投資吧 然後讓俄羅斯喪失主動權 怎麼看都覺得 美國是得利最大的國家 霍雯哥 這個外電報說 明天普丁可能有個記者會 針對這個公投的部分 這四個州的這個 那公投都結束了 然後大家都要這個加入俄羅斯 所以但是我是猜測啦 他搞不好就宣布 特別軍事情動結束 成功 我本來是兩個州 現在變成四個州 有可能喔 成功啊 有可能喔 2加2咧 我又賺兩個了 但是我看這個 這個當然 我不是說要去歌頌俄羅斯打烏克蘭 但是我比如講說 已經打了半年多了 我比較擔憂的是 你看到這個國際社會這個現實 如果有一天 兩岸發生戰爭了 那我的研判 請各位前輩指教 我認為國際社會 也會如同對待烏克蘭的 這麼現實的 對待我們 我們 我們沒比較漂亮啦 腳傷兩大腿 以為人家會來救我們 你看這個是川普 前幾天他講的 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是研判烏克蘭或台灣 那你說烏克蘭嘛 烏克蘭現在是在戰爭中 到現在還在打 那你說會不會因為 因為這個川普他是 他就當然就是唱衰這個拜登 然後覺得拜登處理不好 他去講烏克蘭 我也就 我就比較那個了 可是他提到台灣 這個我就有點異見了 不是 那怎麼會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是 但是我說那我們做錯了什麼 因為烏克蘭已經打了半年多了 所以在這個普丁揚言說 怎麼可能核武啊什麼的 他象徵著 而且他在增兵30萬嘛 他說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能在烏克蘭 為什麼是我們 那在回應我剛剛前面講說 馬總統講說 兩岸應該要避戰啊 如果兩岸可以避戰的話 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會是 川普為什麼講台灣呢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是川普的川粉大國啊 當初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就是你剛剛講 皮柚那種跨國的民調 只有我們 他調查好多國家 只有我們認為川普會贏啊 我忘了這件事了 真的啊 這麼巧喔 然後蔡易宜還帶川普的口罩 對對對 我們全部 包括自由時報 全部一面倒的壓川普啊 然後拼命罵拜登 然後又說什麼拜登 什麼航特怎麼樣 怎麼講了一大堆 結果最後竟然是拜登贏了 然後開始劍鋒轉動說 拜登好棒啊 拜登好愛台灣啊 丟臉啊 結果現在被川普講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是台灣 但我們不是要為言聳聽 可是我是要跟觀眾朋友講 我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我請問大家 蔡總統領導我們國家 是正確的方向嗎 蔡英文是一個稱職的總統嗎 在他的執政之下 東風飛彈飛到頭上來 然後你很挺他 那是為什麼呢 我們當人抗議 你大陸為什麼要飛彈飛到我們頭上來 我當是反對 可是對內我要講 蔡總統 你在幹嘛 馬英九沒做到 陳水扁沒做到 李登輝沒做到的 你做到了 那我還要幫你按讚嗎 我還要挺你嗎 然後那些年輕人 那些銀粉 蔡總統 好 你抗中保台 然後兩邊互不隸屬 那是錯的 才會導致川普都預測 第三世界大戰可能發生在我們頭上 擔任管 如果今天這個戰爭真的發生了 不要說世界大戰 如果大陸真的打過來了 我們到時候要去怎麼跟蔡總統 去跟民進黨 去跟這些1450算這個帳 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開打 打過來不會說 你是支持蔡總統 我就打你 你不是他 我說不會啊 他是無差別 他就打過來 那我們要走到那一步才說 康中保台好像不說好 互不隸屬很像違憲 都已經違反憲法 一個總統是應該捍衛憲法 結果總統帶頭違憲 那大家都做閉上關 甚至還幫他按讚 甚至部分的人 我就不點名 他覺得蔡總統這個做得很好 我們要挺他 我實在是 我只能講說我是匪夷所思 我希望大家 但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 但是蔡總統領導國家方向是錯的 請大家記住這點 謝謝 真的謝謝霍文哥 來唐老師 我覺得現在呢 到底我們是做而談還是要起而行 我現在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好像我們該講的話 都講的差不多了 那你現在到底蔡英文 他是要把我們帶到無底的深淵 還是能夠讓我們有一個生存之地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那所以呢 我是覺得說呢 現在這個台灣的這些老百姓啊 確實應該要來這個實際的啊 來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所面臨到的這種情況 我覺得台灣人要看一下美國的手段 你看看 美國的這個手段 你看看他怎麼對歐洲 他寧願讓歐洲餓死冷死啊 他都要切斷你對俄羅斯唯一的最後一絲留戀 讓你去跟著他幫他對付俄羅斯 你看美國多狠 如果是美國的話 所以說了 他說你烏克蘭人你死的干我什麼事啊 到時候台灣人在美國人眼裡 不都就是一樣的嗎 當然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拖垮中共嘛 中共大陸嘛 那這個東西還不理解嗎 還不那麼清楚嗎 那到底我們是要當炮灰 還是要真正保住我們自己的身家財產 這就是一個最關鍵的這個抉擇 如果說你跟著美國走 我想就是烏克蘭 結局就是烏克蘭 如果說我們能夠要來這個地戰 要來和談 要來創造和平的氛圍 那當然這裡頭現在是可能會有一些障礙 就是因為美國現在在這裡 他在擋著我們 他是硬是要把我們推上火線 可是不要忘了 如果說真的哪一天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關係啊 稍微有了一些好轉了 稍微有了一些這個進展了 那個時候那你看看 那台灣這邊是不是 立刻被美國賣掉 對嘛 問題就在這裡嘛 那問題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經過好多次了吧 1949年1979年 那個時候不都是這樣嗎 一直被背叛啊 都是背叛了嘛 都是被老美一腳踢到旁邊去了嘛 那現在這個問題 是不是說我們在台灣的這些 這個人民 能有自己的能力 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那這個當然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要做大量的工作 用大量的這個宣傳 讓更多的老百姓 能夠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以及他的殺傷力 沒錯 老師講的對 我只告訴你 如果我們要跟歐洲一樣 跟著美國對抗中國 最慘的結果就是 你連拉屎都沒有衛生紙擦屁股 因為現在這個狀況就發生在德國 這是真的啦 來 歐盟現在說 我們要第八輪制裁 制裁什麼 嚇死你 要制裁俄羅斯的化妝品 刮鬍刀 除臭劑 牙線 肥皂還有 廁所衛生紙 這是真的 歐盟現在禁止歐洲進口 然後德國之前才有一家衛生紙公司說 因為能量 這個能源跟原料太貴 所以我破產 然後德國官員說 沒關係啦 我們就少用衛生紙就好了 結果現在連俄羅斯進口的衛生紙都不能買 這是真的我沒有亂講啊 真的啦 德國以後可能 就是洗屁屁 洗屁屁 屁屁用水洗 來 老師 這個 歐洲跟烏克蘭的情況真的是 讓人無法樂觀 從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 大概會走向一個長期的戰爭 那四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北溪二號 北溪一號的這個事件 使得原來德國有可能會去推動 跟俄羅斯之間的談判 我認為這個夢想大概是破滅 它修不好嗎 還是要很久 大概其實一般 當時估計大概要幾個月 今年冬天肯定是沒辦法 說是幾個月 要好幾個月 說是要幾個月 那今年冬天肯定沒辦法 對 是今年冬天沒有辦法 當然就是說 如果他們真的同意要讓它恢復啟動 我覺得還是有可能 但是只是說 因為它現在一個沉默成本已經在那裡 就是它已經有一個蠻大的成本在那裡 所以你要有更大的力量 才有可能去開啟雙方的談判 因為本來德國前總理施若德 就是說希望能夠重啟北溪二號 然後讓雙方能夠和談 所以第一個就是北溪二號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西方軍人 最近在布魯塞爾開這個會議 美國提出了新一波要給烏克蘭 18個海馬市 那當然這個要幾年之後才會到 所以你看它現在的一個做法 因為美國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它不是把它現有的庫存給烏克蘭 而是要去再找公司 未來訂單 對 未來新的訂單 所以這種情況下就使得 它那個供應已經是一個長期的一個供應契約 它要支持烏克蘭的軍隊 能夠打一個長期的戰爭 所以你看它這個武器的供應 就可以看到它對整個戰爭的想定 是一個長期的 當然我也必須要說 普丁決定明天要宣布 就把這個公投的這些 在四周併入俄羅斯 這個也使雙方難以回投 如果它能夠在公投之前 或公投之後併入俄羅斯之前 開始和談 雙方都還有迴旋的餘地 但它現在已經要公投了 就使得雙方難有迴旋 就公投結束了 馬上宣布你就是我的領土了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也使得烏克蘭就是沒有一個台階下 當然就是說這幾個因素之下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這個戰爭是要長期的 我覺得今天環球時報的那個社評寫得不錯 環球網了 它就說其實如果俄羅斯跟歐洲 就開始針對北溪二號事件 能夠有一個共聯合調查 這個反而成為一個雙方合作的觸媒 我要謝謝阿美 謝謝你 林俊傑 林俊傑 謝謝MENGYU 謝謝你 大家晚安 海荒鮑魚乾杯 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ZTI 714 享有折扣喔